大家好,我是神腦Apple達郎阿柯 本期我們要來分享iOS的自訂輔助取用功能喔 iOS 17新增的自訂輔助取用 可以放大螢幕上的項目集中功能 讓iPhone更易於使用 開啟方式十分簡單 只要前往設定中的輔助使用 點選自訂輔助取用 然後點一下繼續 接著確認畫面上的Apple ID 是屬於自訂輔助取用的預定使用者 然後再按下繼續 可以選擇主畫面的App佈局 接著選擇要在這個模式下使用的App 如果你選擇的App有針對這個模式的最佳化 還能自訂你要開啟的功能 像是相機可以只開啟照片功能 訊息能選擇只跟特定聯絡人傳送訊息 甚至通話App還能關閉數字鍵盤 避免被亂打電話 選擇好App後 只要跟隨畫面指示 繼續往下設定就可以囉 設定完成就可以開始使用自訂輔助取用功能 在主畫面你會看到超大的App圖示 十分容易點選 而剛設定的相機App 已經簡化成只有一個拍照模式 還有超好按的大拍照按鈕 通話App 則是少了數字鍵盤 並只能跟設定過的聯絡人來聯絡 就算是沒有追加化的App 文字也會變大 還有大大的返回鈕 能看得十分清楚 如果想離開自訂輔助取用 只要按三下側邊按鈕 並輸入密碼 就能回到原來的iPhone畫面囉 如果想調整設定 回到原來的iPhone畫面後 可以再次到自訂輔助取用 加入App 選擇螢幕佈局 調整背景圖片等等喔 以上就是本期關於 自訂輔助取用功能的介紹 如果想了解更多Apple產品的使用教學 歡迎按讚 訂閱 Sena國際頻道 Sena點評 我們下次見 掰掰